让我们四个坐着 你高高在上 谁要做报告啊 今天是星期天 不谈工作 得乐起乐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今天 趁我还拉得动 我给你们拉一群 献给我心里 最最牵挂的天命 我生死与共的 战友 献给 即将诞生的 心读过 这是五大书记 最后一次相聚在一起的场景 也是仁碧石同志 最后一次拉自己最喜欢的小提琴 伴随着悠扬的小提琴乐曲 不由自主地回忆起 早些年革命走过的那些艰难岁月 回忆起那些年 共同度过的革命时光 三年内战中的风雨同舟 四度赤水的惊心动魄 以及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艰苦卓绝 还有转战西北时的一别经年 陕北会师的欢欣喜悦 延安摇动的挑灯夜战 这是血与火的历练锤炼出的友谊 也是大家共同的理想信念 这一路艰难险祖上凝结出的情谊 而此时的仁碧石 由于长年驱功尽瘁 为革命事业耗尽心血 以身患重病 这一幕又一幕的回忆 还有小提琴的音乐声 感染了下面的四名战友 任毕石演奏的这段音乐 更像是他和几位老战友 以及即将诞生的 新中国作最后的绝比 五个人不仅合力领导 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而且都是中国革命 最坚定的支持者和践行者 他们从始至终都肝胆相照 生死与共 B950年10月27日 任毕石同志因病逝世 十年46岁